就学佛之后了 明白了 四十正要搞清楚了 没有贪生的念头 也没有怕死的念头 生死明白了 这叫了生死 了是明了 明了生死是怎么回事 明了了 明了就要干明了的事情 不能干糊涂事情 明了是我们这一生 身体死了之后 精神不死 怎么到哪里去 决定求生净土 这就对 哪里我都不想去 我就想到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是干什么 去留学去 阿弥陀佛是老师 那里有好老师 文书普贤 观音师志同学 在那个环境里面修学 一生当中 决定圆满成福 圆满回归自信 这是我们念念当中所需求的 成佛之后 再广度众生 像祝福如来一样 那个时候 有门 有神通 变法界虚空界 哪个地方众生有难 就可以到那个地方去帮助他 真正得到自在 所以这是真的 绝不是假的 佛法对这些道理 讲得太清楚 太明白了 所以这是越苦 余力 现在人如果是不要佛教 反对佛教 那就是拒绝 我苦你不要管 我是我的苦 你有好的利益 我也不要 不就是这个人拒绝了 这是傻人 这不是个聪明人 那真的 他该受福 他该受磨难 所以佛在旁边等着 哪一天觉悟了 你在那找他 他随时等着 你不找他 他不找你 你找他的时候 有求别 佛对一切众生 是平等 没有厚词不比 真的是 千处祈求 千处印 你不找他